在SRC案件当中 贪污滥权洗黑钱总共七项罪名成立 如今正在等待上诉的前首相纳吉 他今天早上受邀为2021年世界华人经济论坛WCEF主持开幕发表演讲 结果引起了巨大争议 本地房产大亨同时也是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创始人的李金友 他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发文告跟这个论坛切割 还说现在外界误以为是他李金友邀请纳吉 这名已经被定罪的刑事犯来主持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令他感到很尴尬也很羞耻 李金友强调他在2009年创办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已经改名叫做国际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 并且在刚刚的12月16号在槟城圆满举行 当时活动呢是邀请了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和宾州元首出席主持活动 他宣称今天这场所谓的新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是主办单位抄袭他当年论坛的名字 结果就引起了混淆 但是不管场外引起了多少的争议与风波 前首相纳吉今早还是为这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主持开幕 还发表了一番言论 被贪污滥权行事案定罪的纳吉 受邀作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WCEF开幕嘉宾引起了巨大争议 而在这个台下坐满华人华商的大奖台上 纳吉他是强力反击政敌马哈迪 之前引爆华社争议的筷子论 接着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这个平台 纳吉对大马华社可是好话说到尽 大战大马华社面对挑战 总能展现企业家坚韧不拔的精神 纳吉在为这场2021年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发表开幕演讲时 对着大马华社说了很多动听的话 赞美的话 不过对于在2009年创办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 李金友来说 他在得知纳吉受邀出席这场活动之后 除了发文告强烈反对这个主办单位 抄袭他论坛名称的做法 也同时强调自己是一个尊重司法 遵从法治的民众 他认为把已经被法庭定罪的纳吉 牵涉在一个不是由他主办的新华人经济论坛 对他来说是一大耻辱 不过今天这场所谓李金友口中 新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主办方 在受访时就解释 主办方邀请纳吉的时候 并没有去考虑纳吉已经被判贪腐罪名成立 因为在纳吉SRC案件上诉失败之前 他们就已经邀请了纳吉 那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论坛主席谢全勇强调 论坛主题无关贪腐 而是关乎马中经济 他认为在担任首相的9年任期之内 纳吉他对马中经济往来 贡献巨大 而纳吉的父亲 第二任首相阿多拉萨 也是马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奠基人 所以主办方才会邀请他担任 论坛开幕嘉宾和主讲人